第十届全国心智障碍者亲子运动会 本月14、15日即将在台东县举办 最近正在举行圣火环台路跑活动 新竹市社会处邀请六位新竹市的心智障碍朋友 迎接与传递圣火 盼望延续热情与活力 第十届全国心智障碍者亲子运动会 11月14号、15号两天会在台东来举办 那么今天他们的圣火环岛到了新竹市 所以新竹市政府特别在广场前面 跟我们的智障福利协计会 以及自闭者协会共同来举办这个活动 希望一方面给他们所有的选手做一个鼓励 同时也希望呼吁全市的市民朋友 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身经障碍朋友们 这些伙伴、小孩们的一些权益 传递生活仪式由新竹女中仪队的表演拉开序幕 紧接着有身心障碍者朋友 所组成的湘园拉拉队 尽管拉拉队员们与一般人不同 但是仍然奋力舞动身体 做出最精彩的拉拉队表演 因为对我们孩子来讲 他们可能运动对象们是不擅长的 所以他们要参加一般正规的比赛 通常不太有可能有得奖的机会 那借由这次我们身心障碍的 这个全国性的运动比赛 那特别是给他们可以做得到的运动项目 他们就比较容易得到 他们可以得到的一些奖励 或是名次 所以他们会比较有实质上的一些鼓舞 那也刺激他们对于运动体育上面 他们能够也有兴趣 能够促进自己的身体的发展 全国心智障碍者亲子运动会 是全国唯一以心智障碍者为主的 全国性运动大会 这次新竹市代表队选手与家长约40人 将为新竹市争取荣耀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